《吸血鬼》 歡迎大家收看《吸血鬼》的電影《變格史》 歡迎大家收看《吸血鬼》的電影《變格史》 很久沒見到大家了 今天就繼續講講一個恐怖主題 就是講吸血鬼的電影《變格史》 主要是講講電影中的吸血鬼形象 其實大家對吸血鬼的形象都比較熟悉 但如果你細心點去留意的話 就會發覺到吸血鬼在這麼多電影的形象 中間都有些轉變 究竟是甚麼原因令它轉變呢 而這種轉變是否有些特別的意思呢 我在今集會主要講這件事 關於《吸血鬼》電影的史前史 我不會講得太多 不過可以提回一點點 其實在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吸血鬼形象 最主要都是來自那個叫做 一時之間不記得點 那位就是 總之是那個吸血鬼德古拉 像Dragular的一個吸血鬼八爵的形象 但其實在這個小說出現 這個是一個小說來的 在這個小說出現之前 其實一直都有這種傳說 相傳就是說 只要你在意大利 中古時代 在天主教很強烈的時代 那些人很多時候會去檢查墓地 可能他們會發現到 某些墓地裡面的棺材 可能打開了 又或者可能裡面有一些 有爪刮過 甚至腐化過 那些屍體的頭髮長了的痕跡 那便斷然 他們可能這些屍體 就變了屍變 那麼晚上就走出來 就襲擊人 那麼 他們就要 用一些木鐘 將它消除 那關於這些史前史的資料 那我也是引述一下 大家都可以找到的一本書 叫做《吸血鬼與僵師》 由香港一個很出名的 新聞工作者 和一個通識大師 劉天廁所住 那大家都可以在很多書店 都可以找到的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看 那這本書其實都挺有趣的 用了一種比較 掌古的形式去說 其實都跟我正間所做的差不多 都說一個吸血鬼的形象 在或者它的意義 在這個歷史之中 有什麼變化 如何由一些民間的傳說 去成為一個小說的人物 而又如何由一個小說的人物 就變成一個透過電影的形式 成為了新聞民心的 廣播全世界人類的一個共同的 一個恐懼的人物 一個傳說生物 我主要今天會把吸血鬼電影 劃分三個時期 其實沒有可能講完所有吸血鬼電影 因為要舉例的話 可能都舉到下年都舉不完 所以我主要是講一些 在那個時期最主要的或是最經典的一些吸血鬼電影 不過可以在講關於第一套的電影 就是這個Laws 死了我也是不認識讀 這個應該是一些拉丁文來的 是一套德國電影 由一個很出名的德國導演 某路的一個出名的物片 在講一講關於為何要講吸血鬼 我待會要講那個內容之前 要提一提關於劉天賜先生 在他的本《吸血鬼與僵詩》中 提出關於對於吸血鬼這個生物的來源 或者意義的解讀 因為其實大家都清楚 撇除吸血鬼的可能性 真的存在吸血鬼的可能性 我意思是 即是存在吸血鬼伯爵 或者德古拉 一些蝙蝠變成的妖精 諸如此類的這些生物 其實最主要來說 吸血鬼的存在是一種 其實是一種文化的衍生物 劉天賜先生就說 其實吸血鬼的文化產物 最主要來說是針對當時社會上的 某個人物的形象 醜化的文化版本 最主要是讓其他一些 比較不通俗的人 透過這個人物對於對象的炒法 得到某些歡樂的感受 那就是一些地產階級 或者是貴族 其實如果看回吸血鬼 尤其是這個 現在我們比較熟悉 一講的吸血鬼 會記得的那個 德古拉伯爵的背景 他本身就是一個貴族 住在古波 而且他也會有一筆的龐大資金 喜歡買什麼樓 所以劉天賜就認為 其實吸血鬼的這個人物 最主要是被一班受貴族欺壓的 低下階層的一個 損失的木偶人 慢慢因為歷史的變動 由貴族的統治慢慢變成一個資本家的統治 當中這個吸血鬼形象 慢慢又除去對於貴族性的隱喻 添加了對於資產階級的隱喻成分 諸如此類 其實某程度來說都是正確的 甚至乎你如果看回近期的一些吸血鬼電影 很多吸血鬼的 可能這個都是關乎到潮流 其實跟我們現在那個 最主要來說是那個 服裝潮流的變動 但其實服裝潮流的變革 最主要都是一種 關乎到那個社會背景的一些價值觀 始終都是扶持於那樣東西 譬如你會看到那個吸血鬼的電影 新近的吸血鬼電影 他們已經不再穿一些貴族的衣裝 都是穿一些比較接近都市人的衣著 但是一些新潮 甚至似乎是一些中產 或者是資產階級的衣著 而其他主角是形成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那說回 但是比較 但是如果 雖然就是說 吸血鬼確實是有這種 文化的意義是在於一點 但是吸血鬼是否一直的意義 而就停留在一點上面 而中間沒有發生過變化呢 那又不是的 那最主要說回 比較經典的早期的吸血鬼電影 就是剛才介紹過老某的這套 拍於1992年的一套物片 在裏面你會發覺到 它所成熟或是描述出來的這個吸血鬼 當然它其實都是取材於 對於原本的德古拉小說的故事內容 但是它所呈現出來的吸血鬼的人物的形象 是跟我們現在所熟悉的 其實是很大的分別 如果說吸血鬼有一種性魅力的話 即是一個美男子或者一個美女的話 如果是這樣就會很詫異 因為在這套戲裡面的吸血鬼 竟然一反了我們這個既有的想法 它是一個鼠背的樣子 即是一隻老鼠的樣子 它是乾頭的 耳朵很尖 而且它的尖牙 不是在犬子裡突出來的 而是門牙地突出來的 就像老鼠一樣 而且眼睛很呆滯的 皮膚白色的 總之就像一個放大了的人形老鼠一樣 有趣的是 其實在這套戲裡面 如果在這套戲裡面 如果有一個所謂的二元對立的形式 最主要來說 吸血鬼是完全佔據在樂的位置 它是引發於萬樂的一個源頭 除了說它為故事帶來無窮的瘟疫之外 它也將很多人變成一些失去理性的心 其實在這方面 可能跟當時的德國的威馬共和時期 在那時候的德國的警方活得很差劣 在那時候除了這套電影 應該這麼說 這套電影是有當時的電影的一個共通點 就是裡面都是一種超現實 甚至是表現主義的一種手法 表現出來的一個形式 將吸血鬼的惡的象徵 完全是用一個更加強烈的二元對立的方法表達的 譬如這套是墨片和黑白片 每當吸血鬼出現的時候 導演就會配上一些比較刺激和奇怪的 一些模仿蝙蝠叫聲的旋律音樂 但當故事的聚焦點 移向南無主角的時候 音樂就會變得比較溫情 另一方面 由於它是一個黑白片 導演都很厲害地用到一個光影 或者是黑與白的一個對比 是將吸血鬼的影子和其他建築物 形成了一個顏色上的強烈對比 而這種二元對立和整個故事也是掛毆的 或者可能其實這一種善與惡的對立 其實是一種典型的西方善惡二元分法的看法 因為其實整齣戲的故事就是 我很抱歉 因為我今天沒有準備 所以說話有點吵架 要先看看內容 內容說 男女主角是一個剛剛新婚的夫妻 老公認約她是一個地產經紀 然後就去了東歐的一個小國 接了一宗生意 因為那宗生意 在德國那裏會買一筆土地 那現在是一大生意 她辛苦這個重任就去了 去匯一匯這個賣主 原來這個賣主就是吸血鬼本人 吸血鬼本身有一個牽灑的需要 而同時她看到男主角的一個飾物 看到男主角的老婆的美貌 令到吸血鬼也不可以說動情 她可能想吸血 一個應該可能又不是處女 總之她是想吸少女的血 一嘗她的香窄 就大舉這個大隊篩遷 除了令到人失去理智之外 因為其實德國人很純粹理智 他們會覺得失去理智的人 是一個極之恐怖的地步 而另一方面他們也帶來了很多瘟疫 帶來瘟疫的形象 其實是典型的來自於西方思想的地基 聖經裡面的一些邪惡的象徵 帶來瘟疫的一些問題 或者一些現象 但是純粹象徵於惡的吸血鬼 最后被女主角的犧牲殺死了 因為整套戲在一個極端的黑暗 或者黑暗的形式下進行 正如堆砌著我剛才所說的 導演的一些章法 如何表演吸血鬼 而在最后那個男主角的老婆 就知道吸血鬼想吸血 就引她去吸血 令到她忘記了這個時間 因為吸血鬼怕光 然後少女被她吸盡她的血差不多 接著到凌晨雞蹄時分 令到吸血鬼被陽光照射死亡 而正正在這一刻 就是整套戲最光芒的這個時間 這個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其實是有一種辯證關係 就是雖然整套戲 陷入了一個極之惡劣的 以及一個失去希望 一個絕望的困境 但是我們其實有機會可以這樣說 是透過這種邪惡 甚至乎透過戰勝她 是獲取這個光明 如果沒有邪惡的 這個伯爵本身的話 很難看到少女透過擊敗吸血鬼 所發揮的所謂的光輝 希望的光輝 這個正正就是那種 善樂意願的一個表達方法 講完這一套之後 就到中間時期 就是1931年的德古拉 是環球 很出名的環球經典系列 通常我們現在 萬聖節看到的吸血鬼衣裝 都是來自這套戲的吸血鬼形象 那個演員就叫做 Bila Luichi 應該是匈牙利人 我不是太記得那個演員名 其實這套環球片版的吸血鬼 是總共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在美國上映的版本 另一個是在西班牙地區上映的版本 兩個版本其實是由不同導演拍的 而且演員都不一樣 我個人來說比較喜歡西班牙版 因為他的技法 拍攝的工價是好很多 而美國版本雖然就比較深為民心 甚至乎我們現在的文化 最主要是關於吸血鬼的認識 的相片 或者他對於他的形象都來自美國版本 但是如果純粹在這個美學的美感 你會發覺到對比之下 美國版本的電影版 美國版本是不是太好看的 這套戲就將原本 他對於一套貿路的好會所 就是人形鼠的生物 變成一個所謂的豐豐到偏偏的美男子 就是專門適有的少女 這套吸血鬼 除了他是風格偏偏的男子 他還可以化成蝙蝠 入侵少女歸房 他會有甚至迷魂少女去吸血 其實在這個版本的吸血鬼 那個意義已經有別於原本 德國版本的吸血鬼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要講回吸血鬼 到底要表達什麼呢 除了說我們可以有一個總結性的抽象之外 它是一個 代表著資產階級的諷刺之外 其實我們是有需要 將它那個形象 放回那套戲當時的文化背景 而看看到底它的形象 和社會的價值有什麼相掛 除了這套《德國拉》之外 在相同形象表現上 都有1958年的《Horror of Dracula》 是由Hammer 一個英國扁廠商的製作 可以說是一個彩色版本的吸血鬼 其實這個時期的吸血鬼 就是可以這樣說 其實就是等於這個 這個代表象徵著這個資產階級的這個 這個這樣的嘲諷 由於時間有點匆忙 不說這一節 直接就跳去下一節 但是吸血鬼 其實慢慢的意義都變得很大 到近期 其實可以這樣說 如果大家在電影看 你會發覺到 多數吸血鬼 已經由原初那個敵對關係 它是一個代表著邪惡的象徵之外 在近期的電影裡面 它已經取代了主角的位置 現在近來很多的電影 都是以吸血鬼為主角的 這個現象可以說是一種現代化 如果說前兩段的吸血鬼 是一個古典的吸血鬼形象 那麼近期的吸血鬼形象 可以說是一種吸血鬼的現代化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它對於吸血鬼的描述 就是沒有任何大的分別 它們都是怕乾 都是需要吸血之類 但是唯一的分別就是它將整個視點 放置了在吸血鬼的 應該這麼說 將吸血鬼的視點 成為了主要的電影的脈絡 或者其實很多電影人 都認為吸血鬼是給觀眾的身份認同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身份認同呢 是因為跟整個現代化社會的意識形態有關 甚至乎吸血鬼的現代化的意義 就是它有一種反束縛 和反宗教的意義在這裡 因為最主要來說 吸血鬼是一個不歸宗的一個反叛者 很多現在的吸血鬼電影 譬如歌普拉 歌普拉所拍的1992年 由其羅里維斯主演的那一套吸血鬼 都說到它是因為不信教 而成為了一個被上帝所懲罰的一個吸血鬼 而另一方面很多人都將吸血鬼 不僅再追溯到 即是有一套電影叫做《吸血鬼》 什麼2000 不是將吸血鬼追溯到一個德古拉伯爵 而是將吸血鬼追溯到猶大 出賣了耶穌的猶大 他在吊頸死後 就變成了 因為說他不歸信於主 就成為了吸血鬼 正如吸血鬼所做的事 就是在道德光環 如果天主教的教義是一個道德光環 在這個道德光環的範圍以外的 就是吸血鬼的妻生之所 那其實呢 那就是說 吸血鬼的究竟它的意義來自哪裏呢 可能就是來自於 它對於天主教教義 或者天主教的法律之下 的一種違反性的一個快感的一個樣板 那譬如說吸血 其實血在天主教早期的 甚至乎是來自古希臘的概念 血是生命的完全是一種禁忌 但是吸血鬼就以吸血為快感 甚至乎在它對於反抗天主教意義 而得到快樂的表現 在普拉的1992年的德光環 裡面都發揮得很淋漓盡致 裡面有很多關於她 遇上去強姦文女 侵犯天主教徒的一些形象 是有意地將吸血鬼的那種 灰索性的面貌呈現出來的 而這一點是跟現在那個 1986年 1968年反促博那種稀皮士文化 所帶來衍生的社會現象 是有關係的 今天可能節目的內容比較沉悶 可能下一次應該不會那麼沉悶 多謝大家收看